洛杉矶市市政府表示 随着疫苗普及 也就是预约注射的民众人数 已经大幅减少将近50% 加上疫苗接种计划出现重大转变 因此未来将会取消超级接种站 并且在更多社区中 新增小型的疫苗接种点 也就是说 要让那些因工作或其他原因 无法预约打疫苗的民众 能有更灵活的时间与弹性 可以到离家更近的地方安排打疫苗 另外市政府也会重新规划 扩大疫苗接种点 分散到城市内的各个角落 除此之外 洛杉矶也将从4月30号起 所有疫苗接种站都会改成免预约 也就是说 包含洛杉矶州立大学 西南学院 南加大 Sanfranadino公园等 数十个大型疫苗接种点 都不必提前预约 方便民众直接过来打疫苗 同时也为加州政府的预设目标 6月全面开放 提早做好准备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 中文团队洛杉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